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又到晚上了, 桑普论证的时间 欢迎大家, 也希望大家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Patreon, Patreon 付费, 尽量不要做free member 能够每个月少额定期的课金 也希望大家用Superfans的功能 每一次觉得做得好, 可以多多课金给我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之外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一宗司法案件, 这不是司法案件 因为这宗案件还未开審 11月迟都未开審 所以这宗案件可能是四大案内最后的一宗案件 就是苹果, 立场新闻案 应该很快会有结果 另外就是苹果,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立场新闻会有结果 另外就是这个47人案 我想第四宗案支联会案 我其实都不知道, 我没有把握 今年会审完 看回结果是怎么样 但我们看回周幸彤 最近通过小童群周会的Facebook 展现出他有一些新的呼吁 我们去讲讲他的呼吁是什么 也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尤其是在海外的香港人 还有在留下来做香港的人 可以小说话多做事 少说话少写字 多些去做一些实质有意义的工作 是相当重要的 那么独媒的报道就是这样说的 以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 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 和周幸彤 9月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个时候他六四的晚会 十支联会本身 审期待定 周幸彤昨晚就是社交媒体发文 说平反六四 争取民主 从来不是三名被告这么简单的事 而是万千香港人和世界各地友好 一起赞洗的历史和未来 他强调政治检控不等同一般刑事案件 他说最有利的不是陪控方玩 由少数人改写历史的游戏 而是将书写历史的权力交还民众 并承腰过去三十多年 曾经参与其中的人 即是参与过维园触光晚会的人 参与过支联会活动的人 赞写证词甚至出庭作工 一起说出我们的故事 已能留下这些纪录 也就是留下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罪事 哇 这么重要 希望大家一起去做证人作工 这一点是他的呼吁 那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相信结论就是觉得 我觉得是好事 当然有很多人呢 就是觉得不要这么搞啦 这么搞法的话 判到全部的人鬼死这么冲 那这个当然 我也都知道有不同人的看法 不同人 不竟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觉得曾经参与是相当相当有意思的 OK 那当然要传召这些证人是涉及到 不是控方的传召 控方可以不扫你 而辩方是否可以传召 而当辩方要传召 法庭又是否可以strike out呢 就是说可以拒绝你传召这些证人呢 分分钟有可能的 所以就尽力去试呢 那就等于说 会不会达成一种 哇 即是 成几十个 几百个辩方证人 一起来讲话的时候呢 这样 未必 因为法庭管理案件呢 是有很多的这种板斧 可以将一些重复的证言去弄走 同时呢 这一班人报个名字 被法庭知道 现在大家知道了 法庭是共申得开的嘛 在这样的大前例下 很多人都会却捕 就算你说啊 可以作证了 成为了这个历史潮流的一元 我想都是少数了 而最紧要的是什么呢 是这班人 可以透过其他方式 将他们的证词 流传在历史里面 流传的作供 并不是在法庭里面作供 而最紧要的是什么呢 未必是法庭里面的testimony 这个是流传历史见证的法庭文件 但更紧要在法庭外的见证 是紧要的 法庭外的见证 我会比较觉得呢 法庭外的见证 即使你申请 你得不到法庭的批准 因为案件管理 那么法官可以说 不可以传照这个辩方的证人 但你可以将你自己的证词 写下来 用适当的方式 放在网上 显明的匿名的 任得你 但这些东西会变成了一个 预测 而成为了香港 甚至世界历史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同样道理的 对于苹果案 对于47人案 对于立场新闻案 甚至无其他的案件 是不是很多人 是不是很多都是苹果的读者呢 很多都是立场新闻的读者呢 很多都是呢 什么47人案 投过他们票的人呢 参与过初选的人呢 是不是可以将这些声音 即使没胆 去将他申请成为辩方证人 可不可以将你的声音 写下来 因为文字的 文字行久远 字字永流传 由字及兴 就是文字的字 这一点呢 希望大家能够将这些东西写下来 甚至不是鼓励呢 大家将集结成册 一刹一刹一刹 记录香港人真实的声音 这个呢 我觉得更有意义 是不是 即我们不是 follow the rules of this corrupt just judicial system 不是去 符合这个所谓的 腐败的 这种司法制度的东西 我当然 觉得大家去 申请做辩方证人 就能响应这个 周幸彤很好 但我更加希望大家 流传回见证 你想自己就是一个辩方证人 你要为周幸彤辩护 觉得他是无罪 而你 成为证人 是因为你见证过 不是做评论 是见证过 你参与过 维远祝国万会 支联会的长跑 或者支联会的 这个六四纪念馆 你见证过的东西 有想 有各方面的见证 因为自己和周幸彤 共饮此苦杯 共担这个 不是二百斤麦 共担这个所谓的重担 而是希望能够将历史记录下来 我呼吁大家做这件事 周幸彤提到 医赖的证据 包括自1989年以来 支联会和友团体出版过的 单张刊物 和触光集会的录影 说这些既然是他们画下的擂台 那我们正面迎战的就是 他们要说这三十多年来 发生过的事 都是我们的罪证 那这三十多年来的参与者 就可以说 全部都是我们的证人 我觉得行有余力的 我鼓励大家就是说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身为对 自己能力是承担得起 我相信有一帮人是很愿意这样做的 尤其支联会有几个是铁杆的常委 是很愿意这样做的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很多的人 也都是 参与过支联会的运动很久 做过义工的 也都是年年去参加的 我也是接近年年都去参加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去参加这些这样的集会 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的见证写下来呢 调出自己的照片 一篇篇地写出一些见证的文章呢 而行有余力的 就是法庭造证人 如果没有胆的 是不是可以将它流传在那里 放上网 甚至用匿名的方式 给一些海外的媒体 将它看出来 成为一个见证 而最后可以集结承策 找台湾的出版社 承认 是不是很好呢 那你说 这些就不是作证了 但是这个就是为历史作证 行有余力的就是在法庭上作证 但是这个摆明是虚假审判 你的法庭作证影响不了些什么 我宁愿有一个历史的作证 这个是我起码留下历史的记录 周恒同诚意邀请 曾经参与过去三十多年来 点点燭光的全球香港人 海外华人 国际有人 在审判中留下证词 掃说自己的经历和经历的意义 若然你愿意出庭作公 我无限感激 即使不能 能留下这些记录 也就是留下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罪事 我们自己的narratives 而无论控方用何种刑事语言 将我们共同的过去矮化丑化 我们都不会失去来事路 并可从社群的述说中 找到前行的力量 这就是完全是我的想法 周恒同诚强调 必须跳出政治检控 等同一般刑事案件的迷思 一般案件对被告最有利的策略就是三检其口 三检其口 不说话 但在政治案件被控的犯罪行为 所谓的犯罪行为 本就是公共和众人参与的事 控方角色不是找出真相 而是压抑真相 将本在阳光下的公共纪录 选择性地抽取掩埋 以建构一个所谓犯罪的论述 在法庭留下白字黑字的权威记录 因此他认为最有利的 不是陪控方玩这个由少数人改写历史的游戏 而是将书写历史的权力交还给大家 让全部的事实都能被看见 周恩和最一步指出 相关证词可以包括 关于八九民运的记忆或经历 参与支联会活动或六四相关活动的经历 对支联会的印象或评价 纪念六四的意义等等 可以选择出庭作供 实名公开证词但不出庭 或者是匿名公开证词等等 他又强调 我们想留下的是历史 不是辩护理由 我们留下的是事实 不是赞誉 留下一个事实的见证 说真话行公义好联盟 不是在一个虚假审判上 去讲所谓的辩护理由 更不是说我们上这个地方 拿出自己面上的荣光 威 打卡 赞誉 不是 我们要的是历史的流传 历史见证 如果对支联会的印象不太好 记得请愚实说出来 不要顾忌些什么 清心直说 你以为支联会有什么不好的 你觉得平反 两个字不好的 建设民主中国不好的 让他说出来 那这些所有的东西 清心直说 但 流传自己真实的声音 这些东西是重要的 我觉得修幸彤 是讲出一个 很多人没有讲到 但是 很重要的一番话 OK 你问我 这案子会不会连累到 现在64岁的李卓人 69岁的何俊仁呢 会不会使他们判得重些 会使得他们 没法出欲呢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不关差的同事 如果你今时今日 没有23条立法呢 我可以这样说 即是都可以说 因为行为良好 或者各方面的事情 你可以呢 即是 我觉得三个人 基本上他们不认罪的了 哪个人会认呢 我颠覆国家政权 你认罪可能 现在减了三分之一 但可能分分钟 没得减的了 看法官 好了 你入到插 以为可以呢 行为良好 勤奋就可以减三分之一 摆明没有了 现在摆明是 国家安全案件 23条之后就完全没有了 那你说 本死无大害了 一起玩大它 我很希望现在 去到今时今日的处境 我们停一停 想一想 即是昔日 即是在23条 在3月23日通过之前 都可以说 哎呀 因为周恩彤这么过激 其他的被告 会受到株廉影响 但现在已经本死无大害了 即是23条有一个很 很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是使得 欲中的囚友 一齐勇敢面对 无畏无惧 流传历史见证 我觉得这件事 希望 两位仁哥 即是 李彩仁先生 和何彰先生 能够明白 我知道 未必 我的声音 能够代表他们的声音 他们的声音 我完全是尊重 同意与不同意的 我们都完全 因为我不是欲中的囚友 我只是 台湾的一个评论人 我只是说 他们的所有人 在受苦 我完全尊重 和理解他们的意见 但我认为 周恩彤说的 在理性上 和感性上 是正确 唯独是 可能 出于他们每一个被告 他们和他家人的约定 或者他们本身 对于刑罚的期待 可能有很大的落差 但我觉得 既然23条都立了 减刑 假释 覆核刑 其机会也不大 即使你今天 认罪 你会承受 历史的骂名 你认什么罪呢 你看 721的林卓廷都不认罪 是吧 47人案的 戴耀廷 各方面的事情 就算认罪 他都不来 这个基本上 已经不在话下了 大家知道 你要屈就屈 但今天 你说是 煽动颠覆 国家政权罪 这件事 我相信三个人 都不认罪 既然是这样 本死无大海 已经无所为 豁出去 因为这个政权 就想着 要揽炒这帮人 而我想 他们 一定要 坚深 坚定自己的心 去做这件事 等一下 我会讲一讲 23条 有些什么 的结果 会出现了 OK 他们 李卓人 何俊仁和何周昂彤 就是 郭臂孔一項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说他们在2020年7月1日到2021年9月8日香港煽动 他人组织策务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 指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就是推翻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憲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 或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 李卓人和曾康彤还押资金已经超过两年半了 今年2月做第一次的case management 案件管理聆讯 预料是以中文审讯40日 連处理结案陈迟需要70日審期待定 但法官预料11月前不会开審 如果你这么说70日再加上星期六日 判决起码要到明年过农烈年左右的时间 起码 所以我想这件案件在今年能够判决机会是不大 周幸彤另外申请海外专家证人和宿命事实证人 作视像作供 又质疑法官黎远基 曾处理基支联会拒交资料案的上诉 计划申请换法官的 法庭定于4月24日做第二次的案件管理聆讯 一拖再拖 已经运足未审施压超过两年半 我希望三位被告也能够平安 能够疏联的人已经好得多 第二个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忍了很久不说的 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方式来说这个message 给大家听 二十三条的立法真是刺激到周幸彤豁出去 就是刚刚讲的 呼吁大家做辩方证人 OK 或显明或匿名或在庭内或在庭外 流传历史见证 另外一个二十三条带来的反作用是什么呢 我想共产党你是不是真的有算计过这件事呢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算计过的话 你是多么笨呢 我就说了 譬如我 不要说周幸彤已经运了 譬如说我 譬如很多人 譬如在海外那些被通緝的人 譬如Anna Francis 张坤阳 许智峰 另外还有很多在香港的人 甚至香港人比较少一点 在香港以外的香港人 继续从事集会 我们都有赴汤 是不是我呢 我不想说那么多人的名字 加拿大有一群 是吧 傑斯一直跟我做伤害神州 是吧 扯过他下水 反正他都混过了 混过不代表他可以再混 不过他已经不会回香港了 那么 美国一群人 英国一群人 哇 不得了 由曹总 也不得了 那么多人 跟着呢 澳洲有一群人 各地有各地的人 去继续做事 日日发声 年年发声 雨月发声 按照 23条呢 他可以有属人管轄的 即是说 你是个香港永久居民 或者香港居民 只要在海外呢 依然可以说 哦 你煽动意图罪 对于这个中联版去骂 骂马英九见松吐 啊 又是煽动意图罪 所以啊 天天在说 每天我都在犯法 而每天犯法呢 刑期是相当长的 你想想 勾结境外势力 发布虚假或誤道信息 罔顾国家安全 十年 知道人家半国 又知情不报 十四年 不只是神父 我知道人家半国 我不去 譬如有些手足 我知道他 我不去捕穿他 十四年 啊 另外就譬如说 警外干预罪 勾结 警外势力 使用不当手段 干预效果 说我是有十年 那算法的话呢 我每天呢 跌下跌下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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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日 已经一百年了 一百日的 已经一千年了 一年里面呢 已经三千年要坐了 既然我坐了这么久 那就是说 迫动我什么呢 很基本 譬如说 如果有一天 在一个地方 譬如在某一个地方 我台湾一定不会做这些事 在各国 基本上我都没有做这些事 譬如说 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 我先不要说什么地方 喂 垃下那些警狗 杀多几个人 是不是 来到这个地方 弄到他 失踪 说到尾 我不会这样做的 但是可能其他人 我就是 很说真话 行公义很怜悯的 但是呢 其他人会这样做的嘛 垃下几个人 啊 抢劫他们 强奸 轮奸 杀人 抢劫老人 勒索 切他耳朵 切他器官 逐个地方凌辞他 玩完再玩 跌完再跌 喂 都是判无其徒刑的啦 顶多你就送中死赢 凌达什么 That's it 是不是 所以结果是什么呢 我再狠点去对付 那帮三万粉丝 他们家人 那帮警官 那些国安人员 中国官员 中共官员 共产党的间谍 我觉得 豁出去的了 就是说呢 我没有在额外的刑罚 你已经判了我一百年了 判了我一万年了 你判到我终身监禁 又有什么的额外阻下来呢 当你去到这个位 这是二十三条带来的效果 国安法呢 都没有带来这么严重的效果 二十三条呢 他每一个刑罚 都是七年 十年 十四年 那样 是吧 换言之 他带来的效果 是相当严重 他说你不要这么打 张国坤都说这些最重刑罚 没必换得这么长 我们拿个中位数 我们就是拿一日 去到十四年的中位数 七年 这样算都已经一万年了 对吧 张国坤 所以最后 我们本死无大害 最近我看这个史记 重新看这个史记 就是司马迁的史记 在陈舍世家 陈舍世家是什么呢 就是说陈姓 秦朝二世的时候 天怒人怨 那为什么会搞到大家造反呢 是因为呢 当日呢 陈姓吴广两个人 就是呢 就是 做团长 做当兵 秦朝的 就是 使兵 做团长 团满的团 不是一团人 团满的团 团长 他说会天大雨 有一天落大雨 道不通 那样 道失了 去不到的地方 度以失旗 计计一下 哎 遲到 失旗 即失去期间 就是 遲到 发 街斩 那 这个严刑津法就是说呢 你遲到 斩 是不是 你 知情不暴 十四年 或者最重十四年 我当你打个平均数七年 打额颈桥的少人 五年 七年 那你已经去到这样的位置 跌下跌下加下加下 已经成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 我想一下 我都没有可能跌到一百四十岁 是不是 都没有所谓了 发 街 囚 囚禁我 发 街斩 那 陳姓吾果 乃谋 谋 他们就开始 聊天 今亡 亦死 举大计亦死 等死 死国可苦 这句很重要的话 今亡 亦死 举大计亦死 即我们 现在 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 去到那个地方 不好意思 我迟到 我会死 OK 我自己自杀 亦都会死 死国可苦 去灭了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死不到我死呢 是到你死不到我死呢 陈姓说 天下苦巡久矣 天下苦港共久矣 天下苦中共久矣 天下苦共久矣 即是 已经 对于 共产党感到困苦 已经相当耐力 文二世少子也 我们知道 习是诸头 不当立 当立者乃公子扶苏 当立者乃薄熙来也 不是说的 当然不可以 一样 扶苏以素艰固 尚使外将兵 今或民无罪 二世杀之 百姓多民其言 未知其死亚 寒烟为楚将 数有功 爱事出 楚人连之 或以为死 或以为亡 今成已误中 诈字清 公子扶苏 寒烟为天下枪 宜多应者 我不逐个翻译 意思就是 不如 勇立一个人 一起做事 不如一起起事 你搞到大家 原先不革命 亦都革命 因为 反正都本死无大害 再说多次 我不是煽动大家 做这件事 我是预测大家 做这件事 OK 大家做不做这件事 你自己想 但一个理性的人 不做先期 是不是 我只是预测这件事 会发生 你不立23条 大家不会这样 立了23条 豁出去 轻側就像周恩彤那样 豁出去 号召大家做见证 他都不计较了 你反正都是 arbitrary的 一种shame trial 没所谓 在我们这些地方 你们又要通缩 说潜逃者 又要别人 不可以让我住 假设是潜逃者 那你真是叫我们 反你 那你真是叫我们去杀你 因为你想一下 在我的眼中 你这样做法 你已经去到 剥夺了人家所有 在你面前的所有回旋空间 你盖牌 亮剑 人家只是拿一枪 一枪八卦来 这个就是他最后 逼到大家 民反 官逼民反 香港未必有陈性不过 海外也未必 那么快陈性不过 但是这个自己不过是时间问题 我就说 这帮港共官员 警察的下场 会很惨的 未有二十三条之前 他们可能不用死的 就是顶多 好像我经常说的 reciprocal的 你困多少日 多少年 这么多人的 就困回他们 这么多人 人转型正义 已经很好了 不用死的 现在这样搞法 二十三条车等于一条搞索 套下去每个官员 每一个警员 国安人员 公务员 的头顶那里 去到某个时间 突然之一索急 叭叭叭叭叭 全部一头扯断了 掉了 It's a matter of time 陈性不说最后的失败 被人杀了 因为赢那个 都不是项羽 都是刘邦 是吧 所以谁赢 谁输 谁是胜者 谁是胜王败寇 很难说 真的很难说 但呢 陈性不说会出现 当他出现的时候 就是 这班狗官 分分钟和他家人 死的时候 是死于非命的时候 都不知为什么死的时候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我一直的主张就是觉得 现在这个世界 不要把那些所谓制裁名单 大使公布 Just do it 我要的是实施 而不是说 你大了 我们要制裁这班人 你可以 象征式公布一些 象征式的名字 但说明了 我们限制入境 是高度不确定的 是吧 你做警员 你家人 上有高堂 下有子女 你的配偶 兄弟姊妹 和兄弟姊妹的配偶 你进来 会很悲惨 和你找特务 和你拍一张照 我都说 扔回给香港那些 中联版 国安机关 你看 这位香港警察 原来是勾结外国势力的奸细 你看 你看 她的哥哥 她的老婆 竟然和台湾国安机关拍照 国安人拍照 国安人员有名有姓 我告诉你 这位国安人员 你看 哈 拉他 借刀杀人 大哥 所以他们会很悲惨的 哭 等死你 所以我说 欲哭无虑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好联盟 去到这个位置 你二十三条 就是你要残民自肥 以为自己最安全 实际上是自己 将自己陷入去一个 万劫不复 不能自不的道路 搞肉机的按钮 已经被你启动 在3月23日启动 所以香港人 放肢又不肢 因为他知道 你们这班官员要自杀 莫为言之不语 不出十年 甚至五年之内 必有果效 这个果效会不会使得香港会光复呢 未必有因果关系 正如陈姓吴广 不会成为一个新的朝代 项羽都没办法 OK 最后要留波 冷手执个热箭队 那为什么呢 救奸 救狗的通常都要成为领袖 是吧 这个历史的情况 但是呢 你会看到 陈姓吴广会出现 而一定 有秦兵 秦人 秦官 会遭殃 这个是必然的事实 这个就是 这个铛羹已经启动 莫为言之不语 希望大家看路走 我就不会煽动 大家做人性不广弱 即是你们各位 继续听你们喜欢听的东西 做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只是告诉你们 The storm will be coming 不是受我煽动 是我预测 有一班人会这样做 而当你不废除 23条王法 不废除国安法 后果 就不堪辞上了 有没有机会走回头 我看不出这帮港共习 有什么机会走回头 因为 习革命觉得死的 就是这帮香港的流罗 关我什么事 是 这帮人真是先死的 但如果全国封起的话 就完全是一件事 我不看好的 香港人革命 勇气 软大于中国大陆的人革命的勇气 这个是历史已经证明到这一点 希望大家保重 会 即是 香港的悲剧 未完 我只是这样说 所以大家要好好保重 我只是说 我们知道健身书局 大家都会说 我也会说 大家怀面 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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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东西 说了很多东西 我们都知道 但我的局势 就是 这方面的局势 大家可能 在香港不是很想 但真的会出现 是吧 真的会出现 那 我很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说 就是 成为一个教徒 我绝对不会鼓励大家杀人 是吧 但是 我看到这件事 是无法避免 很 很心痛 很心痛 但愿大家 保重 下一次再见